我们继续来追踪深圳居民楼沉降倾斜事件的最新进展 经专家组的初步研判 事故为楼体下方的暗渠水流 常年作用于基底所致 另外我们还关注到倾斜楼房所在的小区 在事故发生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成了抢手房源 房价应声而涨 昨天我们再次查看房地产中介平台的时候 发现多个平台已经下架了该小区的房源 记者昨天在多个房地产中介平台输入关键词和平新居 发现已经找不到相关房源 有中介表示他们已经将相关房源下架 记者了解到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已经发布通知 要求各房地产从业人员切勿参与倒塌楼等禁止交易的房地产活动 业内人士认为参与这种房屋的交易 风险和隐患都很大 需要谨慎对待 部分人就是驳一个旧改 旧改以后可能日后的房子增值的一个速度会比较明显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个旧改或者棚改 它的一个时间长度比较长 而且是不太可控制的 对此 法律人士认为 已经坍塌的房子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居住的功能 在法律上称为不动产已经灭失 不能进行房屋交易买卖 只能进行权益转让 现在出现这种如果是房屋买卖交易的话 我们认为是在法律上面是不成立的 因为你的前提交易的标的已经丧失了 因为房子增塌所带来的损失 将来我有权向相关的责任主体 要求它补偿或者是赔偿 设计的是一个权益的转让 而不是一个房地产交易的买卖的行为